大陆顶流男神蔡徐坤26日遭狗仔爆料跟新女以夜情 怀孕了就逼堕胎的丑闻 他妈妈甚至还派私人侦探跟踪女方 并在他家门口非法安装侦控 双方因此闹上警局形象整个崩坏 不仅他参加的综艺奔跑把临时延期播出 近日更是传出官媒央视 已经下架所有跟蔡徐坤有关的影片贴文 让外界疯传他涉及的事件十分严重 而在沉默了8天后 蔡徐坤总算是出面发生了 3日他在微博po出道歉声明 断了自己确实跟新女交往过 但双方之间的私事早已在2021年得到妥善解决 彼此没有进一步的纠葛 他更强调跟新女交往是双方自怨 并且没有涉及到女方未成年 或是强制堕胎等违法行为 接着他也坦言这段经历对他来说 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自责很懊悔 为此向大众道歉 不过就在他发出声明没多久 大陆狗仔又继续爆料 说蔡徐坤还有一位秘密情人W小姐 甚至丢出两人的极乐丝密照 对此蔡徐坤也火速否认 说照片不是他请已去报警 之后也有网友发现 该照片是大陆网红PP猪的臭宝贝 在2019年就发布的放闪照 直接狠狠打脸勾载